9月23号,由江苏省海外联谊会指导支持,澳门江苏联谊会,江苏香港文化促进会和澳门科技大学共同主办的致敬国家封碑,他们的故事让我告诉你,国情教育活动在奥科大地作礼堂举行。 来自奥科大的师生与澳门社会各界嘉宾和青年200余人一同参加现场活动。 在香港路德会新门英才中学分会场,110余名师生视频连线参与互动交流。 出席本次活动的嘉宾有,全国政协委员梁立,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,省海外联谊会会长李卫华, 长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,市海外联谊会会长杨芬,澳科大副校长唐家乐, 香港路德会新门英才中学校长简家严,江苏省政协常委,澳门江苏联谊会会会长陈展平, 江苏省政协常委,江苏香港文化促进会会长陈慧玉,澳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协会会长陈志玲等。 活动在立马斗中学同梦艺术团学生的雨花时歌声中拉开序幕。 来自江苏的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周新岳,新四军纪念馆初见有, 和恩来干部学院张莉莉担任此次活动的主讲人,为观众们讲述一个个感人的故事。 澳科大学生朗诵了北宋学者周敦仪的名片《爱莲说》, 讲述人还通过线上互动回答了部分香港学生的提问。 活动在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的歌声中圆满结束。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缅怀革命先烈,致敬国家封碑, 引导激励更多的港澳青少年共援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